桃园市中立区蒲一平交道今下午四时许,发生一起男子卧轨轻生事故,男子被当时北上的562次举光号朝周开往花莲当场斩避,中立至内立间只能单向通行,由于正值下班时间,让个班次误点至少半小时以上,平交道附近的中北路也大塞车,全案正有警方调查中,台铁中立站至内立站间的这起事故。 根据当时举光号司机员描述,列车使进蒲一平交道约100公尺时,这名男子突然从边侧跑路,并趴握在铁轨上,发现时要刹车已来不及撞上,铁路紧或报到场后,处理至下午40.55分于现场搜证完毕,检查官并于下午50.25分指示放行,下午50.56分则恢复双线正常行车,突发中心李百代。 桃园报道苹果关心你自杀解决不了问题,却留给家人无比悲痛,请珍惜生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自杀防治咨询安心专线。 080078899524小时生命线协谈专线,1995章老师专线,1980想知道更多,一定要看。 中立内力平交道一人遭举光号撞死近1.2万名旅客受影响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 全球百大最佳机场淘机第13名历年最好最肥卫生所主任管理师则条理主管直径后调查后有遗忘了请义,设计师告诉你门牌该如何设计北上举光号刹车不及斩臂男子。 V百代设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tw.adai.ly-ml924upcsu关键字桃园中立普一评交道卧轨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